在这边我们看那个inequality的符号 我们inequality的符号呢 它在加减乘negative除negative的时候 乘positive除negative的时候 它的符号是不会改变的 就好像我在这边它有2跟6 我自己本身不喜欢2跟6 我喜欢用一个positive一个negative 我有4大过减2 如果我同时加2加2的时候 它就会6大过0 OK我同时减3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3-3 3还是大过减3 所以它的符号是不会改变的 OK我通过普通的加减的情况之下 它符号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我左边同时加3 右边同时加3 它的符号是不会改变的 然后乘的话呢 就好像我刚刚的这个4跟减2 4大过减2的时候 我左边乘2右边乘2 大跟减4 4发过减4 然后我左边除4 右边也除4的时候 我就有2跟减1 2还是大过减1 所以它左边乘 跟存positive跟 存除positive value的情况之下 它是没有改变的 它是没有改变的 remain unchanged 然后它加减的情况之下 它也是remain unchanged 然后可是来到这一边 我乘除negative的时候 它符号就会改变了 我的4跟减2的时候 如果我乘减2 乘减2的时候 4乘减2 它会变成减8 减2乘减2 它会变成4 它就换它方向了 然后如果我这个时候 我除减4 再除减4的时候 4除减4 我拿到的是减1 然后减4 减8除减4 我拿到的是2 2大过减1 你看它的符号 因为同时乘减 和同时除减的情况之下 它的符号的方向会改变 所以我们知道 乘除negative value的时候 我们要换direction OK 好 所以这一边 我们reverse的direction 所以它乘除减1 它也是会 所以你看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有4跟减2 4大过减2 我左边乘减1 右边也乘减1的时候 减4跟2 它就换方向了 OK 然后所以在这一边 我的a小过b的时候 a小过b 然后乘减1 乘减1 它就会变成减a和减d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减a和减d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减a和减b 这个叫做adictive inverse OK 然后我有a小过b的时候 就好像我有2小过4的时候 我的1.2跟1.4的时候 就1.2大过1.4 为什么呢 我有一粒蛋糕我切一半 1.2 跟一粒蛋糕我切四分 哪一部分 所以1.2大过1.4 OK 这个呢 叫做a和b 然后 if a小过b if a大过b 这个叫做multiplicative invers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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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